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播期間 可伯拿出筆記 公開了何家子女的名字 工作職位 和多年來欠他的款項 公開了130多萬 大兒子是水景總部的兩頭家 這頭有頭家 有頭家在上面 他又說為了公平 每個子女都給了5萬元 還懷疑兒子在2023年家裡裝修時 問可伯拿了35萬 前後借了60多萬 直播引起望文嘩言 之後馬上有人自稱何家子女 在Facebook關注組裡面發文說 父親在直播中公開子女私隱 說會向私隱專員公署和警方報案 昨晚兩人又再上了東將細亡 她說一句話我老婆衝反而出 我都看見她那些 今天實際上是真的實際 她沒有說謊 不尷尬 說謊 你怎麼叫她真 證明是真愛 你做不懂我 我不真愛 節目的變可伯強調 一萬五次沒有說謊 更加坦然直播失敏 零尷尬 而在受訪的時候 可伯時不時都抱著何太 一時捏一捏何太的手臂 一時看一看何太的心口 可以見到她對何太十分之迷 相當熱戀 何太有透露自己的兩段婚姻 都是亡年戀 和前夫年齡相差二十多歲 和何太相差三十多歲 所以年齡對她來說 不是考慮的因素 而被問到在社交媒體中 交網友吊金龜 何太太就這樣說了 女人很善良、很忠直 被騙子男騙過 所以這方面有提醒 提醒給受害的善良人聽聽 如果你說我現在選擇一個窮 但我不會 因為我經歷過失敗 吊金龜那些,不會吧 如果吊金龜,現在我沒有錢 她還不離開我嗎 何太太現在窮到窮 何太依然對她不離不棄 又網民近日發出 疑似在何太社交媒體的 粉絲群裏面的對話劇圖 何太在群裏面帶談何家家事 說何太這麼窮還可以送些什麼給我 不過她對我很好 她好愛惜我就夠了 不過何太也都指 何太答應了她 如果錢收到回來 何太就會送兩條金給何太 何太夫婦事件發酵一個月 各社家平台瘋狂洗版 有網民支持她們 亦都有網民質疑兩者的愛情故事 她們原本是控訴小女 調走聯名戶口裏面 450萬的苦主 現在搖身一變,變成了網絡紅人 更加有電商邀請何太 做直播大課,教人煮靚湯 不知道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故事發生 讓全城繼續吃花生呢 未熟了 另一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